自己很喜歡初三尺口的概念 我覺得挺有趣 你能計算我三天後 我就會很討厭你 我的朋友和同事都說 要開公禮事 我說我的樣子是甚麼 是印度人,他說這是香港 所以我要派你開公禮事 我覺得整件事很荒謬 初三對我來說是全年… 唯一一天全世界都是一個鄉人 為甚麼?因為我開公禮事 而別人會說是香港人 17、18歲時 都覺得自己對自己的身分很有掙扎 因為那時不太肯定 人們經常覺得你不是香港人 香港人是中國人 我花了很多時間想這件事 香港的身分認同 甚麼為香港人 終於兩、三年後想通了 我覺得香港不是一個種族 是一個精神 我家也是第三代 香港有很多印度人 已經有60多年的歷史 要學廣東話 因為覺得這是我們的家 一定要學本來語言 所以我去哪裡都會說 我是一個香港人 我的習慣就是香港 我的節奏、速度、語氣 我的態度也是香港 即是印度裔、香港人 大香港人 其實來到2020年 回家已經不再簡單 不只是說你回家吧 例如很多人 可能跟家人的關係不同了 令他回家更加困難 可能距離不同了 可能他根本沒有機會回家 我覺得其實我可以回家 我會更加珍惜 因為覺得整個感覺不同 就算我去了外國表演 做甚麼都好 我每次回來香港 都會看著眼睛 覺得,這裡是香港 這裡是家